好 下面是我们东东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学东 在小时代的饰演中 人气很旺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 刚才你的欢呼声 甚至可以跟柯震东相提并论了 没有没有 阿东还是老前辈了 老前辈 老前辈 老位 老 哎呀 很帅的人 他自己说自己是老前辈 下面是我们帅帅的江潮 欢迎江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江潮 在小时代的饰演西城 我受欢迎你了 甚至可以跟陈学东的掌声 一直表示 一块谢谢他 我想问一下 东东跟柯震东跟陈学东 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在第三部 《刺金时代》里面 又有新的演员加入了 那是非常抢眼的新鲜血液 那你们有没有在导演这边失宠 导演其实还好 导演这边还好 他在女明星那边比较失宠 他就没了 真的假的 那是他们喜欢新鲜的鲜肉是吗 对 连顾礼都这样对你吗 对 就是他们新的演员 如果在拍戏的话 就全部都会在 就monitor的后面 或者在那个片子上 这里面包过锦绒吗 包括锦绒 也包过锦绒 当然包过 东东有这种感觉吗 我就是现在便当都要自己拿了 所以以前是 以前是谁拿呢 以前便当自己走过来 对 东东 夏拙我要被那么有内容 你要吃我 你好帅 对 就是现在导演也去送便当了 就是给新鲜血液送便当 就是买很多好吃的给他们吃 也不给我们吃了 锦绒导演有买好吃的给你吃吗 我好想记得 不是买给他好东西吃 没关系 你买给他东西吃 看新演员怎么做人的 对 男神 我们是 你为什么不跟下演员 我们不是那个男神记吗 请问在你的心目当中 我们看看新演员怎么回答 郭晶明算是男神吗 我觉得他 我们在现场他是导演的时候 可能不太像 但是现在他有蓝发和穿了西装 好像一个mini的偶像 就是mini size 我这么总结一下吧 就是全靠化妆 看起来比较像男神童 算了他中文不太好 你知道你刚才说那段话 是什么意思吗 是伤人的吗 你说你知道 你知道你是在攻击我吗 你刚才那段话的意思就是 导演在平时拍摄工作的时候 没法看 太扯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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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